一个是结束的时候你可以说一下 双方的closing 我觉得双方的closing肯定要比双方的opening时间会长 然后完了以后还有法官的instruction instruction的时间可能也相对来说会长一些 这两个我觉得这三项加起来可能至少得一天 甚至可能得两天 然后陪审团可以开始去审议了 Ava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就是Ryan Finkel他说 他可能还要一到两个witness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在15楼 我没太清楚 我觉得是不是我听的是 也许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这个检方在听到双方的证人完了以后 他可能还要申请说他有一个叫rebuttal 就是说我可能还要需要一两个证人 来这个反驳一下双方的这个证人的说的这些事情 他这里前面加了一个字叫custodial witness 他说要加一到两个custodial witness 我不懂什么叫 我懂custodial是什么意思 前两天当中他会增加两个就是在他的完整的stame 他就说我们预计下个星期二对吧 就可以结束 我们还要我们准备还要再加一到两个custodial witness 这就是他的stame 那就是接下来那还会有一两个证人 因为今天结束的时候他提到的 最后结束的时候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他们提到他们还有三名证人 OK那就差不多 对对对对 加上一个专家证人他还有一个专家证人 他有一个专家证人对 还有两个人就不知道是 对是是是 而且他提前就要求就是能不能 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要求这个法官说 法官可不可以请求下个星期二 再给我一整天的时间再延长 但是法官好像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 他说我们再看吧 到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再看 他有没有说 Ryan有没有这个 Finko先生有没有说 说他有两个证人是时间应该很短的 不应该 他有说他有说 我不知道是两个还是一个 他提到一个证人很短一下就过了 可能是FBI或者是什么事 好继续 FBI 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